哈囉,我是阿怪 今天要來分享的不是一遊戲 是ASUS HARD GAMING A15 ASUS HARD GAMING A15 搭載了AMD超強的CPU 而且價錢真的是很便宜 打開箱子之後 就可以看到筆電本體 而配件的部分一樣有送邊壓器 還有一個品質不錯的點睛滑鼠 A15上蓋的點睛LOGO 已經取代了萬年不敗的ASUS LOGO 雖然我比較想要的是敗家之眼 為了荷包君的未來 我只好放棄啦 比起前代擁有了更小巧輕盈的機身 而只有2.3公斤 而內在卻是大大的提升啦 我這次的CPU搭載的是 AMD最高8核心的Ryzen 9處理器 可啟動最多16執行序的R7-4800H 可以說出我這次主要會賣的原因之一 正面的話 A15搭載了15.6吋的鏡面螢幕 一樣有著今年最流行的 細窄邊框與視訊鏡頭 而上蓋前方有凸起來的地方 提醒你從此打開筆電 避免轉軸損壞 而打開螢幕的時候 大約會呈現145度左右的面板 而A15另外一大特色就是主打軍規級的堅固性 可以承受意外的衝擊與日常使用的碰撞 但是我是不會試給你看的 而A15下方的T型設計 筆電後方左右兩側也有散熱口 也做了蜂巢式的設計 以呼應了A15的設計重點 而筆電的右方介面 由左支右依序為Type-A USB 2.0 以電鎖頭插槽 而筆電左側介面 以左支右依序為DC電源線輸入網路孔 Type-A USB 3.0 Type-C USB 還有耳機孔 而電源指示燈的旁邊轉軸處也有Hug Gaming的Logo A15採用的是144Hz的高速IPS面板 是快節奏遊戲的理想首選 而同步處理器刷新率與原型處理器的影格率 降低延遲現象 感受流暢與勝利其境的遊戲體驗 一致的RGB背光效果 更是不可或選的元素之一 OverStraw的技術讓每一個鍵盤都能高速觸發 每一個鍵盤都能成功超過2000萬次的鍵集 可惜這個上下左右鍵真的有點小啊 而這次除了有不同的顯示卡選擇之外 另外記憶體也很佛心的 都是搭配了16GB 一般的大作或是剪片都沒有問題 而硬碟搭配的是SSD 512GB 如果想要另外增加的玩家 還可以另外自行添購 而搭載了15吋的機身大小 可以很輕鬆的就放進包包裡面 而且這次送的電競包包 真的是帥到不行啊 感覺整個人穿上之後 都變成一個潮男啊 而這次搭配了MD CPU R74800H 在知名CPU跑分網站 測試之後接近了2萬分 而在市面上 Intel常搭載在筆電上的i7-9750 跑分卻大概只有1.2萬左右 而在測試影片輸出的部分 以10分鐘的影片為主 輸出大概也只要5分鐘左右 真的算蠻快的 不過有時候風扇的噪音是真的有點大啦 目前官方網站預訂的價錢為33,900元 而我在光華商場附近 買到的價錢會比這些便宜一些些 而有新觀眾可以去看看啊 那接下來阿高也會靠這個筆電 來再來為大家服務啦 以上就是 ASUS HOT GAMING A15的開箱介紹啦 希望有幫助大家選筆電的你們 而喜歡的觀眾拜託點個讚 訂閱一下 也麻煩要開啟小鈴鐺啊 我是愛玩搞怪系拉怪 我們下一集再見啦 掰掰